- 恐怖是個心殺人 - 我的主帝 - 恐怖是死了 - 只我會留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波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史詩集科幻大片《沙丘》 先說結論,在看這部電影之前 我們已經從許多的國外評論或是媒體那裡 聽到了許多的誇獎 說《沙丘》會是宇宙版的《魔戒》 或是上了太空的《冰與火之歌》 而在看了適應之後我們不得不說 這些類比和讚賞非但沒有誇大其實 甚至因為是在IMAX大螢幕上觀看的 在視覺方面的震撼,還超越了上述這些經典 故事的深度和廣度也是不遑多讓 因此我們非常推薦你一定要去戲院感受一下這部必看的神片 《沙丘》改編自知名科幻作家Frank Herbert 於1965年出版的同名小說 故事敘述了在極為遙遠的未來 人類在開發出超越光速的宇宙旅行之後 殖民了許多的星球 雖然在帝國的統治之下表面上看起來和平 但不同勢力時常還是會發生爭權奪利的衝突 其中又以兩大家族Harkonnen和Archelis之間最為激烈 在《沙丘》宇宙裡,宇宙間最值錢的 是一種名叫做Mellange的香料 是太空旅行導航必備的物質 全宇宙只有一個地方能夠生產香料 那就是又名沙丘的平級沙漠星球Archelis 在過去數百年間 Harkonnen家族靠著提煉香料獲得了極大的財富與權勢 而電影則是以皇帝下令將Archelis的統治權 轉移給Harkonnen的宿敵Archelis家族作為開端 由近年來竄紅的Timothy Sharmelais所飾演的男主角Paul 正是Archelis家族的繼承人 跟著父母來到了Archelis,準備展開新的人生 這次電影改編得非常好 即使你事先對於《沙丘宇宙》理解不多 在看片時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畢竟這個故事太過龐大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替你梳理一下 將這部電影的三大劇情線 分別是 世界觀線、政治鬥爭線、以及舊式主線來做解析 相信不管你是正打算要去看 還是準備要二刷 都能夠對這部電影 乃至於整個《沙丘宇宙》更為了解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Franc Herbert和他的兒子Brian筆下的《沙丘宇宙》 不只在地域上非常龐大 就連歷史也是相當悠久 如果將所有的本傳、前傳、外傳加總的話 整個故事橫跨的時間超過了一萬五千年 而這次本傳所發生的時間點 大約是在一萬年之後的未來 在那個時代 任何形式的電腦、人工智慧或是思考機器都被禁止使用 但也因此促使人類演進出許多不可思議的技能 以及其他我們無法想像的科技 例如有一群被稱作女巫的女子 靠著數千年來的訓練以及有計畫的繁衍 具備了看起來像是魔法一般的超能力 不只能夠讀心,還能夠靠著特殊的話語來控制他人 另外,某些經過特殊訓練的人 能夠以人腦做出和電腦一樣複雜的計算 再加上從特殊香料Melenche上獲得的感知能力 讓人類能夠安全地在太空中進行超越光速的移動 也因為如此,香料成為了全宇宙間最值錢的物質 而唯一出產香料的Arrakis星球也變成了冰家必爭之地 俗稱沙丘Duned Arrakis是一顆平級的沙漠星球 因此水就成為了最珍貴的資源 也影響了當地原住民Freeman,也就是俗稱藍眼人的一切 從文化到習俗,甚至是科技,都圍繞著水 例如,對於Freeman來說 朝著地上吐口水並不是輕滅的舉動 反而是用了自己身上最寶貴的東西來表達善意 而為了要躲避致命的陽光以及溫度 Freeman不只建造出了綿緣不絕的地下洞窟 也打造了能夠回收體內所有液體的服裝 我們非常喜歡電影裡面呈現Freeman獨特文化的手法 讓觀眾能夠更加認識這個獨特的族群 下次對於Freeman來說 真正統治個Rakis的不是任何一個家族 而是生存於沙漠之中的巨大沙蟲 他們甚至會將沙蟲當成是信仰的一部分 不只學會了與他們共存,還對沙蟲無比尊敬 總結以上的一些特色 我們覺得這次的沙丘 不管是在故事的深度廣度,以及視覺的震撼上 就宛如《星際大戰》加上《冰與火之歌》 再加上《魔戒》一樣的豐富精彩 相信所有的科幻、奇幻迷都一定會愛上! 在電影發生的時空背景裡 已知宇宙被一個封建的帝國所統治 由皇帝冊封行星給不同的貴族 其中又以Harkonnen與Artradeus兩大家族最為顯赫 目前在位的帝國第81任皇帝沙德姆四世 在這次的電影中並沒有露面 但從目前的訊行中我們得知 他是一個善渡的君主 對過於強勢的家臣們頗為忌憚 於是在電影開始之前使出了驅虎吞狼之計 下令將香料出展星球Arrakis的統治權 從Harkonnen移轉到他們的勁敵Artradeus手上 這條計謀十分陰險 一方面直接剝奪了Harkonnen的主要京劇來源 二來讓不熟悉情勢的Artradeus接管十分兇險的Arrakis 三來更加劇了Harkonnen與Artradeus之間的摩擦與衝突 在皇帝看來,不管哪一方勝出 最後一定都會兩敗俱傷 而自己的勢力就可以更加穩固 Harkonnen家族因為世代管理著出產香料的Arrakis 不只累積了龐大的財富 更引起了其他家族的蟻羽以及皇帝的顧忌 因此表面上 家主Vladimir Harkonnen男爵對於移交的旨意表達不滿 但實際上他卻暗中計劃 要利用這次的機會一舉剷除素敵Artradeus家族 因此除了在移交程序上多班刁難擺爛 刻意留下殘破不堪的硬體 意圖讓他們無法達到香料的生產標準而遭到皇帝責罰 甚至還埋伏了刺客與間諜,在暗處刺激而動 不只如此,因為Harkonnen家族 世代以來都採取了強勢的鎮壓手段在Arrakis開採香料 也使得當地的居民對於皇家指派的統治者 一律抱持著不信任的敵對態度 再再都讓接手的Artradeus家族感到頭痛 Artradeus家族擁有悠久輝煌的歷史 而現任家族LedoArtradeus更因為領導友方而使得Artradeus一家紳士大政 讓皇帝對他們更加顧忌 表面上將Arrakis的統治權移交給Artradeus作為獎賞 但實際上卻意圖置他們一族於險境 除了要正面面對Arrakis當地險峻的地情以及飄悍的居民 更得要提防Harkonnen從背後偷襲 不過Artradeus一家也是有備而來 尤其是對於要統治Arrakis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打算採取和Harkonnen完全不同的做法 公爵先派了自己的心腹大將Duncan Idaho 跟Arrakis的原住民Freeman打交道 也親自接見了當地部族領袖展現誠意 並且表達了想要一起努力 將Arrakis打造成為更好的居住環境 除此之外,公爵也致力於培養接班人 除了確保兒子Paul在知識、格鬥、身體狀況等各個面向都健康成長之外 Paul本人也對Arrakis有高度的關注 不只勤讀所有相關的書籍之士 更對於一個不斷出現在他夢中的Freeman少女感到好奇 在政治鬥爭這條劇情線上 我們主要將會看見Harkonnen和Artradeus兩大家族 在Arrakis的統治議題上的各種名證暗鬥 以及兩噪對於原住民Freeman採取不同做法各自造成的影響 作為香料的主要出產地 沙漠星球Arrakis一直在沙丘宇宙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自從香料被認定是宇宙間最珍貴的物質以來 Arrakis就一直遭到了帝國的剝削 而原住民Freeman為了要守護家園 長期以武力對抗著Harkonnen的強硬開採 不只導致許多死傷,更讓原本就資源匱乏的Freeman生活更加艱辛 也因此在Freeman中一直流傳著一個預言 有一位來自外世界的救世主將會出現,帶領他們進入天堂 而Arrakis的少主Paul就被認為是預言中的救世主 在電影裡我們曾經多次看到Paul會在睡夢中遇見未來 而隨著劇情發展,我們發現原來他的這個能力是源自於他獨特的血緣 在沙丘宇宙裡,有一群名叫做The Sisterhood of Bene Gesserit的組織 數千年來在暗處操控著整個宇宙之間的政治走向 姐妹會裡的成員除了自身必須經歷嚴苛的訓練 以獲得強大的超自然力量之外 組織也非常小心篩選成員 通過精心計算的聯姻來不斷優化組織的血統 以及在重要家族之間安插自己的人 姐妹會的終極目標,是要靠著他們版本的優生學 打造出一個終極的Bene Gesserit 也就是他們口中的Quizas Haderach 原本在姐妹會的計畫裡,這個人應該沒那麼快出現 沒想到Paul的母親Jessica夫人,卻違反了規定生下了Paul 在父母的刻意栽培之下 Paul不只在知識體能上日漸成熟 也開始能夠使用部分姐妹會成員的能力 例如能夠操控他人行為的媚音,以及偶爾會發生的預知夢 隨著劇情發展,Paul夢中的情境一項一項實現 除了亦師亦有的Duncan為了保護他們的戰死之外 Paul也終於和夢中的Freeman女孩Channy相遇 而這次的電影裡,我們除了將會看到 Paul逐漸成為Freeman口中的宙世主之外 也將會在後續的劇情裡揭露 他作為姐妹會終極目標的發展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電影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電影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